一场秋雨过后,武汉气温开始下降。与气温走低形成反差的时,军运会的各个赛场内气氛热烈。赛场内,作为赛会重要组成部分的志愿者忙碌在各个角落,给玩赛运动员披挂衣服,布置每项比赛的比赛器械,维持看台的观众秩序。在每一场热烈的比赛背后,赛会志愿者都贡献着他们的力量。 来自中南民族大学的大三学生李佳颖,是本次赛会志愿者之一。除了赛会志愿者的身份,作为土生土长的武汉人,这让他更多了一份做好赛事服务的动力。 为了做好赛事服务,志愿者们牺牲了许多休息时间。军运会赛事开始后,他们需要提前进场,最后离场。于是晚睡早起,成了大部分志愿者的常态。 12点半左右,12点半一点钟才能够到学校,然后回去的时候万类聚集,全世界都已经睡着了,然后你一个人稀稀苏苏的洗漱啊,然后睡觉啊,然后又是万类聚集的时候,你一个人又从床上爬起来。 尽管工作辛苦,李佳颖却从没打过退堂股。她敢言,自己从家门口举办的军运会中,收获了足够多的力量。 这位武汉女孩清楚季的赛事期间做的每一份工作,其中一次陪外国记者寻找丢失证件的场景,让她记忆尤其深刻。 除了工作中受到肯定时流露出的自然笑容,在做服务的过程中,志愿者们也有因赛场画面感动而激动落泪的一幕。 国歌响起的时候,我们全体志愿者都脱帽,然后行注目你并且大声地去唱国歌,然后其中一个男生的声音也挺大的。 可能当时我们的这个行为就吸引了旁边外国记者朋友的注意,然后我觉得这一点就是,大家这个爱国的情怀还是当时就是有一种迸发,然后对,这种心情是非常激动的。 武汉有着大学之城的美誉,此次军运会,众多武汉高校学生报名参与到志愿服务中。 他们统一以小水山为名称,在每个场地上心情忙碌着。 小水山用他们真诚的服务,热烈的情绪,也为武汉这座城市刻画下军运会的最美表情。